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rage 对不对 各位可以看到 rage 这个字就是怒气 就像这个人一样 你看他的脸 满脸通红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满脸通红这个意象呢 就用在指一个人满身都很红透的 表示他怎么样 你红透了 红透半天边 十分流行 所以 when you are all the rage 想想看你如果全身 哦 你全身都红通通的 all the rage 这表示你很流行 来多给自己一个例句 Acupuncture 来帮老师写上去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这个字叫针灸 针灸 is all the rage in Europe 在欧洲呢 现在他们很盛行我们东方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针灸现在是all the rage 是满身通红的 然后满身通红 十分流行 好 接下来下一个单字叫develop develop 这个字当作动词是开发发展 好 那当作动词开发发展 怎么去记它 like d 这个字我们知道叫down 向下 对 向下的 叫down 什么叫velop develop V-E-L-O-P V-E-L-O-P V-E-L-O-P这个字根是包裹 所以当你向下的包裹 包完之后干嘛 向下发包 就表示你怎么样 你把事情你接到了一个案子 你就把它向下包出去 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这个就叫做开发 开发发展 叫develop 好 那我们看看例句咯 好 那我们看例句咯 这个senior senior这个字是高级的 高阶的 高级高阶叫senior 这个字呢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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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是上司 我们的上头 executive 这个字是名词哦 executive 这个字是执行者啊 上司啊 字尾加s 表示复数有好多个 所以呢 这些高阶的主管 这些高阶的主管或上司 在这边哈 好 the senior executive held 这个held 是呢 动词hold h-o-l-d 的过去式 hold是手里持有 手里握着 所以这些高阶的executive 这些高阶的主管们 他们手上呢 都hold 都握着 different 不同的opinion opinion是意见 他们都握着不同的意见 然后在什么事情上 on on在什么事情上 所以各位可以帮忙 把自己的荧光笔呢 画在hold the different opinion上 hold the different opinion上 翻译成 在什么事情上 hold the different opinion 握着持有不同意见 好 opinion opinion 意见 好 那他们在哪方面呢 好 接下来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on 是在什么事情上 它是介细词啊 所以我的spend 这个字要加ing 有看到吗 我这个spending 这个ing 就是因为在介细词的后方 所以要ing的变化 好 所以这些高阶主管呢 他们在于要如何花费 spending 要花费这个4.7个百万的美金 这件事情上呢 on developing 再呢要发展 这个ing 这个ing也是放在这个on的关系 这个on是接系词 所以后面加ing developing 所以这个花费4.7个百万 在呢 developing 发展这个新的科技上 还有呢 on replacing 要去呢 replacing去更换取代掉 old machinery 这个老旧机器 这两件事情上 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哦 好 所以各位来 老师用个笔画给你 他们呢 花费东西在什么事情上 各位留意人当主词 人当主词的时候的花费用spend哦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人是这边 对这些高阶主管 他们是人 所以呢 他们的动词用spend 再来呢 这里会ing是因为这个介系词的影响 好 花钱在什么事情上 这个在什么事情上 这个介系词呢 它影响了两个ing 第一个ing就是它 叫做spending developing 这是第一个ing 第二个ing就是这里的replacing replacing 所以这个介系词影响了两个ing 就是在呢 developing 要发展new technology 新科技 还有呢replacing 取代更换 old machinery 老旧